把重点上面看一下 那一样会放在论坛里面 今天是第五次上课 所以第四次上课重点再回顾一下 所以如果你回去的话 没有练习的话 像这些题目 容易就忘记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尽量回去的话 还是要把那个 我们做过的题目想想看 也没有办法把它顺利的写出来 那写出来之外呢 当然你也可以尽量 可以把它做个变化 这样才表示真的是学会 因为像这种东西 学会很难忘记很快 因为如果你不做 很快就会归零了 又重新再来 尤其像这种程式设计类的课程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你要把它全部 学好就 学会就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 更何况它学得很熟练 那你要用的话 一定要对这些语法都非常的熟练 才有办法很快的把程式打出来 比如说像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 自己给自己测验吧 当然我们最好 我很希望说课后 可以拿来考试是最好的 考过就马上真的见真章了 OK 只是说我们这个课程 好像最后是没有测验 不然我很想要来一个期末测验 那就是班 可能最后一次就没有来上课了 不过说真的 如果你真的要确定你会不会 一定要自己从头写过 否则不能说你真的会写层次 OK 比如说像这一题好了 Mind CAI 要做什么 第一个 请你把1到12月份的英文产生 有没有 那我之前讲过 你可以用Excel 你打一个Generate 有没有 然后呢 向下填满 1到12月就有了 然后你就把这个1到12月的英文 放在一个list里面 串列 中国阿湖 中间加双以后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你就让什么 让人家可以输input input什么呢 就是几月份 1到12的数字 那你去比对一下 到底还有一个random 万数跳一个1到12月的英文 然后呢 来两边检查看看 英文对不对 所以这个Mind CAI 我们之前写过 它在这里 OK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 random第二个 然后random玩着 这是几月 最后的话 让它在这边输入 答案是否正确 一个快有email号 email号做什么呢 如果两边的这个英文是 数字是一样的话 那表示呢 答案正确 会多一个break 反之的话 就让它答错了 就回答 答错了就回答 直到答对为止 OK 程式的话 基本上 扣掉这两个注解 应该大概13行左右 不过其实这个 这个串列又占了三行 那扣到两行 那11行就搞定了 OK 那里面说真的 其实没有很复杂的东西 都是未来一定都会被用到 像串列 所以呢 你这个串列 有没有办法顺畅的 把它写出来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有没有办法使用random 去产生1到12的乱数 我们可以用random range OK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说 再一个什么呢 input input转型为int 然后呢 坏一冒号就无穷回圈 中间的话加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对的话呢 就break掉 OK 所以这个当然程式没有很多 不过 要把它很流畅的 而且快速的熟练写出来 应该是一个目标 OK 如果你现在做不到 回去可以try一下 试试看 你会办法把它做出来 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还不是很困难的题目 未来还有什么 像这个串列 有没有 其实现在我们是写固定的 那未来如果说 你的资料可能是什么 全民英俭 1000个单字好了 1000单字 总不可能放在这边吧 对不对 1000单字不是一堆 所以理论上 你可能会放在某个档案里面 或者放在哪里 放在资料库里面 你需要的时候呢 再把它读到这个串列里面 OK 所以后面我们还在讲 所以上礼拜有提到 外部读档很重要 因为通常你会把 这个你初始化的资料 放外部档案 需要的时候再把它载进来 OK 载到哪里 载到串列里面 所以其实这种做法 非常容易见到 所以程式里面 这些都要熟练 如果你熟练的话 你就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有没有 像这种游戏 你可以写很多游戏 CAI的话 甚至你也可以 把这个东西 改写成什么 给小朋友做的练习题 选择题 他答对答错 帮他加重起来 甚至呢 换一帽 就是当他一定要 可能总分要80分 才能跳出回圈 所以他错了对不对 你就帮他记录下来 哪些错 然后再把题目 继续在 也许就是一个题库 不过前提你可能需要一个题库 然后从题库里面抽问题 问他 最后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计算他的总分 不过这个可能就是在 稍微复杂一些些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 我们上礼拜讲过的 请各位还务必要熟练 后面的话呢 还有猜拳小游戏 还有猜数字游戏的修正 猜拳小游戏上一拜讲 其实也类似啦 所以这个两者之间 可以稍微再参照一下 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再来就讲到 有关什么 有关创列的部分 就是外部输入的 跟读档输入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有个读档 怎么样一个一个输入 怎么样这个 做整批的输入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什么 输入资料 学生的资料输入部分 这个输入成绩 那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上面这个版本 上面这个版本的话 就是怎么样 先产生一个串列 空的串列 这个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是在Ease 如果用Ease 来类比的话 就Ease 产生一个A栏 不过Ease 本来就有了 所以你会发现Ease 里面 它的好处 就是它的串列 都不需要 另外再宣告 另外再出使的话 直接就已经有了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把它 那个 Ease有当成什么呢 它自动就会帮你产生一个 A A串列 B串列 C串列 那里面的话呢 可以分别放资料 那这个概念 如果在Python里面 基本上就是 像这个啦 你要出使 如果放资料的话呢 就是一定要append它 所以空的串列 类似像这样 append的话呢 就是把资料放进去 OK 那如果要读取的话 当然我们就是直接在那个串列里面 指定它的哪个index 就可以把资料给读取进来 OK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append 那这个不过这个方法的话 必须什么 逐一逐一的出入 后来我也讲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我们如果不是逐一的输入的话 还可以用一个什么 我们预先输入一个成绩 假设啦 这个资料的话是 那个用电脑帮我们改完的成绩 它可能现在都用2B铅笔图 然后所以有个成绩的报表 它会给有个tsd档 你们班的成绩都是这一些 那我给你一个档案 你要直接什么 从外部读档 那外部读档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 特别是以后一定会常用到 在那个什么 在python里面如果要读档的话 一请你先有一个档案 二的话呢 用f等于open f是一个物件 open之后的话 open这个档案 后面一跟他讲说 r是r读取的模式 他会把这些东西先放在f物件里面 那再来的话我们可以什么 用f物件里面的readline 因为它只有一行 所以把它读到s是一个串列 那中间因为它有很多的逗点 所以我们用spread 这有点像那个什么 ecell里面的那个资料剖析 剖开来就放在前面的串列了 所以其实前面我们有用输入了 不过现在就不用输入了 直接读过来 那这样直接执行 其实也可以得到结果 这上礼拜写过的 里面的话呢 就会告诉你说里面有几个学生 总分几分 平均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另外的话最高分最低分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这边有一个函数叫max跟mini 得到最高分 里面的话呢就是放一个串列 他会帮你把串列里面最高分的抓出来 串列里面最低分抓出来 ok 那上个礼拜的重点回顾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开启会员资料 最后有做一个学生成绩计算 它的总分跟平均的练习 所以这一题的话 请各位就把它先看一下 后面好像还没结束 我们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档案 我放在云端上面 把它下载下来 所以上礼拜这边的话 我们是针对云端上面的 这个云端白板里面的这个档案 学生成绩 那记得把它下载的时候呢 档案下载成csv 这边用csv 那下载之后的话呢 会在我们的那个根木木底下 会找到一个叫学生成绩的一个档案 这边太多 在这里学生成绩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 我把它开启用记事本开好了 里面就这些资料 包含就是它的什么呢 呃 蓝的名称中间加dote 那我可以spread切它 切它之后放在串列里面 那特别的注意 以后如果像这种资料的话 因为它有四个蓝位 所以一样啦 理论上我们可以很直觉的啦 有点像是那个ecell 假设我有四个蓝位abcd 那我怎么放 诶 你可以realize 把它分别放在abcd里面 ok那最后再把它算平均 这上礼拜讲到了 不过这个地方最后 还有一个部分 我希望各位可以做的 就是说 博文总分哪一个人最高分 是几分 这个要怎么写 上礼拜好像有提到啦 你可以用逻辑判断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配合index 找哪一个是最高分 这个人是谁 ok那所以请各位试着 把这一题也许先开启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加上什么 诶 国文总分平均之外 还有帮我找出那个 国文总分 国文最高分的人是谁 好 简单你就打 google什么 google python就有了 pathon里面的话 以后网路上有多少的套件 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其实你可以到他的官网里面也不知道 Pi Pi 这个 package index 这里面的话 他提供给我们多少工具呢 这么多工具 总数是多少 一百四十几万个套件 一个套件呢至少可以解决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要下载YouTube的话 你就在这边打YouTube 他就有下载的tool了 然后或者说我跟各位讲我试过 最简单的其实就是叫PiTube 有没有 Pi再加一个Tube 这个PiTube你把它摄取一下 其实这边就有一个最新的版本 951吧 里面的话呢 这个PiTube 其实就可以拿它来下载 语法就这么简单 也就是你把它找到 然后装起来 然后跟他讲说你的YouTube的网址在哪里 然后他就可以帮你 把那个影片download 存档成一个MP4档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是一个清单的话 这个作者在这里 OK如果你想要认识他的话 你也可以写信给他 他底下还有甚至可以写一个什么 You can also download Completely YouTube playlist 意思是说我们给你的就是一个播放清单 那你就把播放清单给他 他就帮你把所有的影片通通下载 城市有几行呢 其实只有一二三四行就搞定了 这个是注解这不算 所以你就写四行 你的YouTube影片就全部download下来 OK所以你的YouTube多厉害 其实也没有多厉害 就是他上面有一百四十几万个工具 我没有看错 没算错吧 百万吧 一百四十 而且我前几天看他才一百三十九 马上又多一万 等于他一两天又多一万 所以这个数字太恐怖了 也就是说他一个package 那个P就package 就等于可以解决一个问题 而且不算增加当中 我觉得这应该是他最厉害的地方吧 但是前提是你要会懂得用 OK所以后面我们会再讲说 你怎么样把那个package拿下来 然后能够装上去 有点像你去那个光滑上买个零件插上去 然后那个硬体的 这个软体的 而且这是free的 OK所以你会办法 只要有一个人 愿意花时间把这边分门别类组织 其实最重要的是 直接告诉你哪一个最好用就好了 但是没有 目前好像没有这种人 直接告诉你哪一个好 但是我为什么知道哪一个好用 就叫四嘛 不然怎么会知道 要不然就是说 可能书里面有人提到 有提到哪一个东西 那我就拿来试一下 我看对就是这一个 所以有时候书去逛书店就看重点 哪一个好用 他会直接告诉你 那你要记得那个就好了 他可能一个章节 写一大堆几十页 就只要知道Pi2就OK 所以我去看Pi2我知道 回来试一下Pi2就好了 比如像那个语音辨识也是一样 语音辨识就有人提到 他就也是一样 我把那个Pi2名声记起来回去打一下 里面就有说明 我就试一下可以用了 就可以什么 比如说你要从那个人家讲话 比如录音好了 直接变成文字 以前是需要有一个人在那边打字 对不对 听打听打对不对 其实在这边已经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 speech recognition 对那个 package 你就把它装起来 然后使用就OK了 甚至它那个功能还蛮好用的 就是你可以用麦克风讲话 它可以把它们辨识 呈文字 而且正确率非常的高 另外也可以就是 它也可以相反的 就是你可以把声音 把声音变文字 也可以把文字变成声音 也可以选男生或女生 OK 就是会有人去讲 OK 那其实这样的话不就是可以 中间假如说有个机器人 你知道吗 也可以嘛 那你 你输入端 然后他听的东西 他听的东西把它转文字 然后去database里面去搜索东西 然后回答你的话呢 就是他摄取到的东西 但是要拼凑对的 你不能说 把那个资料库 搜索到的全部在念过 那感觉就是你根本就是 所以你要去主持那个文字叙述 然后让对方觉得说 你讲的真的像一个人讲的话 就OK 不过这个可能要需要一些 如果说他讲错没关系 你可以再用深度学习 让他慢慢修正 那未来的话 这机器人会越来越聪明 OK 所以这个地方跟各位提一下 延伸的说明 所以这些都需要 把根本的东西学会 包含串列 因为很多东西一定会冲到串列 一定会回圈 一定要逻辑判断 这些都必要的 OK 那我们来看这一题 上个礼拜讲到这一题 就是如何把那个资料读进来 然后把那个总分跟平均 其实就这一段 所以如果你上个礼拜 假设动作比较慢的东西 你可以复制贴过来 但是你可能要改一个地方 这个路径不对 比如说我这一段 假如说你们要来练习的话 你就Ctrl C 然后直接贴到你的model里面 不过可能有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这个路径也许跟我不一样 我是放在C叠底下的user type 那如果你跟我不一样的话 请可以找一下在你的哪里下载 就是在这个路径里面有个下载 然后会有这一个档 那我的习惯是上面点一下 它没出现 OK 不然的话你就点它里面某一个资料夹 这样也可以点一下 这边出现 就这一串 C底下这一串 你怎么把它复制 我是建议如果这种路径 自己打很容易打错 所以你不如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一串 把它贴上去 后面的话再把那个档名跟副档名 我也是建议你用贴的 因为之前好像有同学自己打 好像就打错了 因为这边多个空白 它少了 少了一个空白也不行 OK 前面的话记得 因为这一串里面 有很多反斜线 那反斜线的话是保留质源 不能用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 你必须要加一个反斜线 变成拖曳质源 OK 否则它无法变 是会发生错误 所以变成说正常是应该 这边全部都要加反斜线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你的路径一串 你可能要加一堆反斜线 所以你另外一个 就是简易的做法 就是前面加个小R就可以了 这个小R意思就是说 你后面都不用加反斜线了 OK 这是一个小技巧 OK 如果你不用小R 那请你在后面全部都加 但是如果你不想全部加 请你加个小R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里面的东西读进来 所以你会发现 下载之后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在那个download里面 有一个这个学生成绩这边 这个可以把它打开来 那你会发现打开来之后是乱码 为什么是乱码 我上次刚才讲过吧 你按右键 你不要米色尔开 你可以用记事本开 按右键开启档案 另存一下 因为它是UTL8 OK 为什么UTL8 因为Google 跟其他除了微软以外都是UTL8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正常的话 你又改MSI存档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记得如果你现在这样直接执行 应该会错 为什么 因为我少一个叙述 什么叙述呢 就是跟他讲说 因为如果没有意外 他会用CP950 其实就是BigFi的方式去开这个档 因为Windows 它内建的就是用BigFi 而且只有微软 感觉像微软相对比较没有那么 跟其他阵营那么配合 就比较 反正因为它最大嘛 所以最大的话一定要听它的 他会认为说 为什么你们不改 为什么我要改 那我就不改 你能耐我何 对不对 因为我是全世界最大的网络 最大的公司 对不对 OK 那所以你们要听我的 我不改 所以你会发现你用Mac就没有问题 Mac好像就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用Windows就有这个问题 或者你用Linux也没这个问题 可是老师 是 基本上它不改 是因为台湾要用 没有你可以用Unical 你可以用UTF吧 早期的话 这个快要转成能安求人 你也要花钱 对可是现在 不过这应该不是没有这也许 因为目前大概就只有微软 它不用UTF吧 因为大部分的中文全部都在英国上面 不过这应该不是说辞 好没关系 这不是问题 反正知道就好了 OK 因为这种其实会有很多种说辞 那我的理解是 我觉得潮流已经在改变了 你为什么不改 对不对 OK 所以就像很多事情 其实潮流都已经改变 就是有人说 因为我怎么样 因为我怎么样 因为 其实你要找借口 你可以找一百个 但是你要做只有一件事 就是去做就好了 就改了 OK 但其实也没什么 因为转码这种 因为最近 我是 证券公司 写证券公司 证券公司 写证券公司 我们公司 因为很多客户 他现在都还是很久 所以 起码就问 你们要不要改变EDF吧 对 可是所有的 资料库里面 资料全都要放进去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所以以后你看到这个 软码的话很简单 逗点 你跟他讲说 我要开档 但是要用encoding 就编码方式 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encoding 所以你就多一个属性 跟他讲说 我要用UTF8来开 你可以打大写 大写 要写都没关系 打UTF81-8 就是你开那个编码方 这样的话应该就OK了 开启档案 就不会有乱码发生 OK 请各位注意一下 另外呢 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我们是从Google 四川表打开的 所以你打开之后 这边会是乱码 所以你打开之后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里面 是UTF8 如果你要让它不要是乱码 其实 要不 很简单 就是我刚刚 我刚刚上礼拜讲过 你就是另存心挡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ANSI 然后按存档 存档之后的话呢 盖过去 你会发现打开 就不会是乱码了 OK 那这个问题 当然也很多公司在困扰 不过我觉得 这东西就是 就是去改就对了 OK 那当然花钱 也是一定要花的 但请员工也是要花钱 他坐在那里也是要花钱 反正就是叫他做就对了 我的想法OK 这个没有任何 OK 改就对了 OK 好 只是说当然很多很多 那牵扯到的 可能不一定只是技术性的问题 还有一些政治上的问题 当然就不是我们 不过如果我刚刚已经另存 我现在执行 你会发现它又会挂掉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又把它存档 有没有 存成ANSI 如果存成ANSI的话 那这个叙述都不用了 因为它内线的 就是用CP 就是Big 5 那你把它执行 这样又OK了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反正呢 以后如果你有乱码 你就改另外的就对了 或开不起来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其实 我一步一步的step 来看 就是我们当然第一个 我们会需要怎么把它读进来 然后把它print一下 你会发现把这个里面的东西 因为它里面长的就是像 像这样 各位可以看到 开起来 它里面就是这样子 那我需要怎么样 把它一行一行读进来 那读进来做什么 我要能够放啊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 这个放在A栏里面 这个放在B栏里面 一个萝卜位坑 反正逐一逐一都帮我放进去 当你要一个一个放进去的话 第一个你要学习怎么样 建一个空的串列 第二个的话呢 把它切割嘛 因为它一串读进来 对不对 它中间是用豆点割开 所以我把它切开来之后 这一个是编号是0 就放在A 这一个放在B 放在C 放在X类推 OK 那因为我读进来的第一列 是栏位名称 不需要放在资料 所以B开 那程式怎么写 其实答案就在下面 各位可以看到 我要怎么做这件事情 第一个 我先建什么 先建四个栏位 习惯上 反正你们以后 遇到类似的状况 我就用类似的方法 反正四个栏位 1 2 3 4 那接下来的话 因为栏位名称 我要另外放 所以我就先print它 print上面的名称 因为将来我不要 把第一个栏 放到我的串列里面 从第一列 从第二列开始 那第二列怎么开始到全部 特别是就底下的叙述 to for i in range 特别是从1开始 为什么从1开始 理论上应该从0开始 这个是第0列 这个是第一列 所以特别是 意思就是说我要避开上面栏位名称 到最后面这个 它总长度 然后呢做什么呢 把它先切割 所以这边有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print 底下这个strip 把它切开来 然后把0放在append 把1 放在b 2 放在c 3 放在d 那因为最后面的话 会有一个换行 那我怎么知道是换行 其实 这边你也可以先怎么样 先print它 就realize 利用f里面的realize 你把它print一下 基本上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串列里面的所有东西 把它print一下 那你会发现这边 它出来的 后面会有个换行 有没有 这个换行 所以最后的话 要把这个换行拿掉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就是呢 把这个最后 再加一个strip strip 的话意思就是说 我要去掉什么字元 但是这个字元一定是在前面或者后面 就是开头或者最后面 那最后面我们有一个换行 我要把它拿掉 否则的话你加进去 变成说每个资料后面都有个换行 那最后因为资料都已经放在abcd 这几个栏位这个串列里面 所以最后的话我们可以把它print的结果 那怎么加总很简单嘛 就是sum这个b就是国文成绩 sumc就是英文 sumd就是数学 那如果说我要算平均的话 那就是把它再除以总共几个人 所以用len 把这个串列再除完 算出来就平均 把它用formate放进资料 所以最后各位可以看到的结果 就会是长这样子 有没有 国文总分多少 国文的平均多少 那这样的话呢 当然是第一阶段 所以做完之后 就会看到一个简单的一个报表 可是如果我今天呢 再增加一个更困难的题目 我想要知道这里面 到底是国文谁最高分 那你用眼睛看 可以看到这个刘晓华最高分 英文谁最高分 还是刘晓华 那数学还是刘晓华 所以 如果我今天不是用眼睛看 我要用程式去帮我判断 谁最高分 所以底下也许我希望多一个什么 print一个 国文最高分是谁 所以print 国文最高分 冒号几分 姓名叫什么名字 幫我列在底下 那当然英文数学可以比到半 那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想想看 我有两种写法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你加进这个成绩之后 你可以先用逻辑判断 判断最高的留下来 然后把同一列的资料留下来 那我就知道了 不过这个写法我觉得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精简 可以用第二个方法 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这个 成绩 如何从外部读进来 CSV 那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从Google 试算表下载的话 encoding一定要加 那个UTF8 所以特别注意 除了微软以外 其他的阵营都要加UTF8 OK 然后 读进来之后的话 我们就放在一个串列 那这个串列呢 为了说我要把它分开来 所以我用SPRIT 切开豆点 然后分别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把它放到A B C D 把它分开来 OK 然后最后的话 我计算它的总分跟平均 N 用那个SUM 跟LEN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我下面还在多一个 练习 到底谁最高分 诶 国文最高分是谁 英文最高分是谁 数学最高分是谁 那把它算出来的话 该怎么做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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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